那怎么从卓越进入辉煌呢 那一点点是什么 使命感 活在辉煌 活在英明决策的领导人 他是有使命的 他的使命就是 我要带着我们公司 成为书版商手公司 我们要用我们的产品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要成就我们所有的员工 我要对我的股东负责 听懂意思没有 使命感 继续往上走 那进入神奇的人呢 神圣感 画一个金吉他四围的 第一 荣誉感 第二 责任感 第三 使命感 第四 神圣感 还记得那个项羽 为什么不肯败将封侯的故事吗 项羽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荣誉感 我要集所有的荣誉为我身 我怎么可能给别人下跪 如果项羽在哪个围次吧 告诉我 除了精神更强 优秀 韩信在哪个围次 韩信在卓越 韩信是个很好的管理者 项羽打仗是一马当前 冲啊 然后韩信打仗是躲在后面让将士们 你们冲啊 决胜天理之外运筹为我 听懂意思没有 那你们知道 韩信 他是怎么进入卓越的吗 都听过韩信 胯下之主的故事吧 话说韩信是个破落贵族 我们古代人的等级是非常明显的 制农工商 工侯博子男 只有到了市这个阶段才能跨剑 你知道吗 韩信从小跨着一把剑 学兵书无数 一辈子的梦想就是要败将封侯 但是他穷困了 饭都吃不起了 靠在河边洗衣服的人想他 要饭 但是每天穿着破衣服挂个剑 在街上晃来晃去 有一天有一个富商 这个富商呢 他家里是个商人嘛 没有级别 不能挂剑 但是家里有钱 又看不过韩信那个表样 就说你他妈牛逼 啥牛逼 天哪挂个剑 乱和乱晃 你敢砍我吗 来往这儿砍 你就用这把剑 你他妈不砍 今天就必须要传我胯下传过去 要不然就砍死我 乱过去 哎 教教各位 韩信以前可是在优秀的维持啊 韩信为什么要败将封侯 因为韩信要光宗要主啊 他要的是荣誉感啊 当韩信听完以后生不生气 那马上抽手宝剑 我心里想 我怎么砍死你妈妈的 但是当他抽剑那一瞬 那他想到了一句话 根据秦法杀人者偿命 我怎么把你砍了 我肯定也得坐牢 也得死 那我还怎么拜监工立业 我还怎么拜将封侯 韩信从那个胯下钻出去 那一钻 韩信从优秀钻到了卓越 因为他放下了荣誉感 韩信一辈子都活在卓越里 活在责任感 项羽已经统一了天下 刘邦只是一个小诸侯 项羽手上握的百万雄师 刘邦兵马不过十万 因为韩信的参与 所以打仗赢了几个小仗 项羽不想跟他打了 就派人去找韩信 说韩将军啊 你以前是我们向将军的人啊 以前就怪我们向将军